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尼西米记的第七章 首先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会选择什么样的领袖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和银楼的宰官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纳尼亚是忠心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在教会当中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都要有人来做领袖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领袖呢 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的看见 尼西米所选择的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一个是忠诚 一个是敬虔 忠诚和敬虔的人才能被治理神所看过的百姓 才能治理耶路撒冷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条件 因为这样的人他们把神放在首位 而且他们能够依靠神完成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预备的工作 一个人不以神为中心 他就不能完成神预备的工作 只要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才能够继续推动上帝的工作 所以要选择领袖的话 他可能能力弱一点 行动慢一些 他也可能没有很好的口才 但是他必须要忠于神 还有敬虔生命的操练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标准 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参与 其实是有标准的 这个标准也是非常重要 有这样资格的人才能够管理百姓 而有这种性格的人 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和试探 城墙建好了 把耶路撒冷从周围的城市中分别出来 可是城市广大 明确稀少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住进圣城呢 圣城的人代表着要服侍他的人 耶路撒冷城墙 从卷完成李希敏的工作 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 然而他为什要点数被掳回的人数呢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建筑 重点是在于人 那些愿意放下一切 可能回应上帝呼召的人 是上帝所纪念忠心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上帝要重新建造的人 人才是重建圣殿和城墙的重点 在推动教会的事工中 我们所看中的是事工的完成呢 还是人的栽培 我们看中的乃是这个人 所以上帝今天 又用你来完成这个使命 神要呼召我们一起来重建 祂的圣殿 祂的教会 疫情过后的现在 我们要一起来重建 我们的儿童哲学 我们的青少年事工 整个教会的赞美敬拜 服侍 因为神经告诉我们 享用的人 是有忠心 有敬虔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用我们生命 一起来重建这个的城墙 重建我们的教会 约成赐福 听他坏人